很多事情都像這樣子 網路上大家都說 這樣子保養一個月就能夠變白 這樣子準備日檢三個月就會通過 但你卻是了 除了發現自己並非天選之人之外 完全一無所獲 那到底是這些網路上的寫手在亂掰 還是這其中出現了什麼問題咧? 我們今天就想從 培養習慣為目標 來討論一下這其中的癥結點 培養習慣這件事情多麼被民眾給愛戴 其實 長銷排行榜或者說名言錄就能夠說明 我們拿一句來說 亞里斯多德他說過 我們的重複行為造就了我們 所以卓越不是一種行為 而是一種習慣 欸?如果這句話為真的話 我們是不是能夠藉由搭建好習慣 來讓我們的生活看起來更像樣一點呢? 就是這股勵志的感覺 讓一位青年馬上就有了培養習慣的衝動了 於是他開始規劃 我要每天運動30分鐘 也要聽20分鐘的日本電視台的新聞 這樣子還不夠 他還希望自己能夠藉掉吃甜食的習慣 最後他寫完了自己的規劃 弄了一份貼文 然後發表 但很不幸的 就是他過程當中的高峰了 隨後他所遇到的事情 也像是你跟我都會遇到的 例如說 他忽然被分配到一個新團隊 一週需要加班三天 還是說 他失眠了 他失戀了 他的PS5壞掉了 雖然說還不到少林維特的煩惱 但這一些已經足夠影響他的培養習慣大忌 好比說 太晚下班的那一天 他索性就不去運動了 還是說 看見前女友發來的訊息 他心情一沉 算了吧 去個填水來發洩一下 一天沒做到不會怎麼樣了 就這樣子 原本只是偶爾沒做到 隨後筆記本上的叉叉 就比圈圈來的更多 再來 就是從這樣子的過程裡 他看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結果 於是呢 隨著背景音樂趨緩 故事就此落幕了 這位近年說 繞了一大圈 還是又回到了原點啊 這就是人生啊 我們把狀況拉回到現實層面 我自己認為 不管今天我們在做什麼規劃 在剛開始時 就應該體認到 每個人他都是有惰性的 或者我們都有狀況不佳的時候 以這樣子為出發點去設計 雖然說看上去沒有這麼勵志 或者說驚天動地 但實際上的可行性往往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要藉由 吉川武士的經驗 來分享一個人 他今天在培養習慣時 可以怎麼的去安排勒 那我們先從一剛開始的規劃說起 吉川認為 在這個階段有兩個原則 首先是一次只要培養一個習慣就好了 用案例來說明 保羅他的BMI 已經超出了合理範圍 來到了外太空 本來他根本不以為意 直到他上週去了同學會 別的不說 就說說那張合影好了 他仔細看了一下 發現自己在照片裡 比較像是受邀回來的老師 而不是同班同學 就是這股真人 讓他開始想要受傷了 於是 他希望透過規律運動 搭配上截止隱食的手段 來最快的達成目的 但是 這種做法對意志力本就有限的人類來說 太過勉強了 因為除了前幾天能夠憑借著衝動去完成之外 後續他也容易因為生活型態被大幅度的改變 而覺得好不舒服 這會讓他能夠持續下去的機率下降很多 那第二個吉川提到的原則 就是不要將這個習慣設計得太過複雜 例如說 保羅可能會為自己設下 我要早上騎單車去捷運站 到公司之後走樓梯上去 中午飯後要散步 下班之後去健身房 今天一個人會這樣子設計 通常是覺得 可以這邊補一點那邊補一點 這樣一整天下來就可以累積很多 可是人類是這樣子的 越複雜的事情就越不想去做 麻煩的事情也會慢慢變成放棄的事情 所以說 我們應該在這期中 找到一個最能夠直達目的的行為 然後只專心的把這個行為 當成要培養的習慣就好了 說完了以上這些規則之後 我們馬上可以踏上旅程 第一個階段稱之為反抗期 大約就是剛開始執行的第一個禮拜 在這個時候 因為因為開始執行而非常的雀躍 但同時間 你的身體會持續跟這個習慣做對抗 所以急穿給的建議是 是我們可以降低分量 例如說 你原本要在下班之後 讀個30分鐘的CPA教科書 但在這個階段只需要讀個10分鐘 如果你原本要控制攝取的熱量 現在只需要少喝一杯飲料 如果正在戒煙 那就先少掉兩根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其實就是為了讓你的動力 不要在這個階段就被耗盡了 也好讓你的身體先不要產生太大的抗力 這種感覺很像是蛋糕店的做法 他們都會把蛋糕切成好小一塊 這樣子才能夠讓你吃了之後想再吃更多 接著我們度過了前幾天 來到了所謂的不穩定期 你大必會在這個階段維持2-3個禮拜 那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必須將份量調整回來 像是要戒掉甜點 現在就完全不能吃了 要6點起床就該6點起床 這種份量的提升 理所當然的 會讓你的身體出現更大的反抗 可是呢 因為你在這之前已經讓他們兩個初步接觸過了 現在的反抗力道它會比較小一點 那撇除掉這一點 外界的影響到了這個時候才會開始明顯起來 你知道的 生活它本就是一個大爐面 什麼都可以加進來 例如說AWS的服務會完斷了 怎麼可能準時下班 還有 你的哥們忽然找你去Sneak Pick喝一杯 誰還管你的睡前冥想10分鐘啊 於是到了這個階段 你的最大敵人會從內心變成了外界 簡單來講 我們不再只是蹲坐在家門口修煉內功 而是得面對來自外界的氣緣戰 所以呢 設定例外狀況來見招拆招 就是這個階段的功課 好比說 如果今天超過了8點才下班 就不用去健身房了 換成在家裡做瑜伽就行 那如果你剛好在節選開支 你可以設下 如果今天剛好有聚餐 則可以把今天額外所花的 在這個禮拜去做攤平就行了 這種應對招式或者說例外事件 其實就是要讓我們 盡可能的將外界的影響減到最低 讓我們做出讓步 但不至於中斷 這樣子我們才會有意願 在這個突發狀況過去之後 持續是為了不中斷而努力 那麼 倘若你到現在還沒有放棄 大約過了3個禮拜 這個習慣可能會不經意的 嵌入在你生活當中的某個空隙裡 例如說在你晚餐之後還是睡覺之前 這種讓新習慣依附在舊習慣的組合 其實是很棒的 它會讓你做起來更沒有阻抗力 再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最後一個階段了 這個階段稱之為倦怠期 在倦怠期的人們容易變成一個哲學家 這小子會思考 我幹嘛要培養這個習慣 它根本就沒有意義啊 也有可能是這個習慣 還沒有為它帶來明顯的好處 所以才會讓它起了疑心 其實不光是在培養習慣時會這樣子 兩個人今天在一起久了 一份工作做久了 都會讓一個人開啟哲學家模式 所以我們不該是去逼自己別這麼想 而是為他找到疏解方式才對 好比說你可以試著增加一些新奇感 拿結始當成範例 如果你每天都是吃雞胸肉和燙心菜 那你現在可以換到食譜啊 或者到外頭買低熱量餐盒試試看 拿學誠實語言來講 你可以先別再打開那個又臭又長的教學了 試著開啟一個新專案玩玩新的框架杯 總之就是別讓自己跌入這個倦怠的圍圈 用新奇感拯救自己一把 到這邊是從反抗期到倦怠期的簡單介紹 那這其中介紹的方式其實是通用的 例如你可能在第四天時就覺得這個習慣還真是無聊啊 你就可以為他增加一些新奇感啊 你也可能在倦怠期時仍然遇見種種的突發狀況 拿出應對方式不要因此而斷掉了 那除了以上這些之外還有一些小方式能夠提供輔助的 例如說你可以用閱歷簡單的記錄每一天是否達成 達成就給圈圈沒有就給XX 這個方式的作用是它可以在你還沒看到實際的結果之前 就先有個小小的成就感 另外你也可以為自己設計專屬的儀式哦 像是你可以先聽一首最喜歡的歌 再開始你的讀書計劃 你也可以在打掃家裡時配上一杯剛煮好的黑咖啡 總之就是要想盡一些辦法讓我們去做這些不容易的事情時 有個比較舒服的狀態就對了 說到了這邊我還有什麼心得嗎? 那我就拿一剛開始的問題來說好了 其實在網路上很多人說他這樣準備三個月就能夠通過考試 不一定是他為了流量而瞎掰的 或者說有些人說他就正常吃啊 誰知道他就受到嚇死人 那我覺得導致他做到了當我去原地打轉 原因可能是我到底有沒有把自己的狀況給考量進去 上次我有考慮到自己超容易分心的嗎? 所以我讀30分鐘跟學霸的30分鐘是不同一件事情 還是說那個受到不行的傢伙 他是不是不碰飲料 或者說他本身就有消化到的問題咧? 總而言之我覺得啦 將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狀況給搞明白、搞清楚 那不光是對今天講的培養習慣是有幫助的 而是我們之後不管再計劃些什麼 成效都會更好一點 最後我想要講一下 在習慣這方面 有時候卸下來比裝上去更為困難 因為對我來講啦 培養一個全新習慣 那就是排出時間跟擠出耐性 我們來相處看看嘛 但是如果今天要刪掉一個習慣 我可能又得拿一個新行為來當成替代品 效果還可能不是很好 可能還得一直換 總的來講 我覺得就是人生真的有點太難了 我是Vincent 我們下次見 掰掰